公管來的詹小姐 她其實是在取診室工作 她為了來我們研究室管嬰兒 她就留持停診 室卵管不通 詹小姐 我們取卵其實不多10顆 但是真正縮定只有三個 我們就弄起來 隔一隔夜我們只日兩個胚胎 她成功懷孕剩了一個女生 那在檢查的過程發現 她室卵管阻塞是因為披一鏡感染 室卵管阻塞大部分原因就是披一鏡 第二個就是開刀 所以我們先投給Doxycycline 一天早晚 早晚隔一科兩個禮拜 然後再開始準備主室胚胎 她成功懷孕 我們現在卵管阻塞核例行性的主室胚胎 月經要準備子宮內膜 都會給她兩個禮拜的抗生素 有病治病沒病強生的概念 就是說 我先不管你子宮內膜有沒有細菌 我就先給你抗生素 那這一個也許是現在目前 卵管阻塞核 幾乎每個都發生的一個關鍵點 對